我们从上节的虚卦编导了这节的进卦 会发现阴阳全都变阳,阳变阴 这叫错综复杂里面的错卦 这个代表需要,想要 下面是天,上面是水 这个天还没下雨 那么这个就代表着得到 得到什么呢 火,地进,进生 太阳照摇大地 光芒四射 是一个白天的像 是一个光明的像 那你也可以说 代表着连生三级 龙宫行赏 甚至更进一步扩大地盘等等 那是不是都好呢 我们再看 那这个说 挂死 就好像你是一个侯爵 王爷 然后得到了上面 刺的马匹 不停的繁殖 昼夜三级 没完没了 说了 也可以 一会成连生三级 也可以说 我享受这些复告 很多 越来越多 那初六 说进 如果说进生的话 拿这个当比方 一开始 你还没有真正进入职场 你还在 说南丁的 刚刚开始应聘 微微言轻 你就想要进生 想要很远的事情 那就很难 但是呢 你 还是比较的 相悲礼让 因为阴阳 去阴味 你自己吃到几斤几两 尽自己的份 虽然没有 太多的信任 大家还不了解你 但是 将来 一定 没问题 然后 在这个好的环境呢 那就代表应聘成功了 那六二呢 反而 发愁了 六一是着急 六二发愁 愁什么呢 还没有见声 为什么呢 你说他 中正 但是六五 跟他不相应 不过呢 他也像六五一样 说到了这个 好像 想法一样 虽然没有提拔 但是我有这种心态 足够了 忠正之位 不偏不倚 所以将来 还是能受到这个 就是祖先也好 这阴德一些 看不见的字样 都是很好 然后 六三 是下挂 就是下层人的 一个领头 下面的一个算是领导了 又有 又有 上六 三六相应 所以呢 马上又能看到光明 上一摇 脱手可得 又好像是中望所归 前面的 前面的悔恨 全都没有 就 马上 要进生了 进生到上挂了 他大领导了 那么九四 说 这冯的羊瑶 怎么又胆怯如鼠呢 因为他上下被 阴谣所包裹 又 呼应的 也是阴谣 所以他受这个 物质前半太多了 那九四 在前半里面 是霍跃在渊 又急于的想进生 因为整个我们说的是 进生这一个意思 所以 他反而是 虽然是痒 但是 你不够 保守 太激进 太执着性 不好 老想生活发财 那么六五呢 本身就是阴谓 但是 他是军位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 上下 形成了一个离光 真的是代表着光明之相 自己 没有什么 好 在追求的 反而是 放递姿态 这个才叫真的前辈 那么 上六 上九 最后 那进生完了 还要进生 怎么办 就甚至说 攻打一个 其他的国家 我又 更高一层 更大地盘 这个用战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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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